手機的時候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非常喜歡紅色跟格子 因為我所有的衣服 幾乎一半以上 都是有很多的格子的衣服 所以其實當我拿到手機的時候 對女性來講其實很好搭配的 而且我覺得格子呢 是代表的時尚 而且它是經典的 它是不會最流行的 是一個 forever classic 的 fashion 那問生豪你的格文時尚 我們家錦華都把我的話講完了 真正我代表我覺得格文是一種簡約 它是一種低調的奢華 那我本身拿到這手機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高興 因為我本身喜歡銀色 銀色本身就是一種低調 那它的格文設計不是只有單面格文 它的格文有一點波浪型的 待會各位如果有機會看到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設計非常非常有巧思 所以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手機 手機奢華低調跟你本人個性是蠻像的對不對 對我比較低調 好那大家除此之外 兩位也體驗過這兩支手機了 用完之後 除了外型很吸引之外 它的功能有哪方面 你覺得是很貼心很喜歡的呢 我覺得現在女生就是 你可能會先看到外型 然後我覺得再來就是它的功能 我覺得它的功能就是 讓我最吸引一個地方 是在它的拍照 它的畫素有八百萬畫素 而且它還特別用了 AMOLED的那個高畫質的裡面 所以你在陽光底下呢 你才會很清楚的看到就是 你的照片啊 然後你還有手機裡面的內容 但其他的手機就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所以就是AMOLED全光彩進階營 而且它有防刮的組合 也就是說現在太陽這麼大 很清楚啊 還是很清楚還是很漂亮 對 先還給你的寶貝先 啊 所以你很需要 照相 很需要寫部落格喔 有 有 像我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要拍廉棄的動作啊 或者是 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在 比如說這麼大的 陽光底下 在拍的時候 是可以非常非常清楚 對 所以有時候 有跳拍嘛對不對 會跳拍 所以不怕不聯繫的話 自己拍一張照片 嗯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功能就是 當你在對焦的時候 當你在微笑的時候 它會抓住你的微笑 而自動拍照 喔 哇 這隻手機功能是強大 哎呀 我正好 它把你的話都講完了 講完了 那怎麼辦呢 不過我這個非常喜歡的是 它有一個快捷功能 它有快捷鏡就是 你可以設定自己的介面 那比方說我平常有寫文章的習慣 或者說我讀腳本的習慣 我可以把它放在最前面 當我在拍現場戲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說 我的劇本在哪邊 我可以馬上閱讀 而且馬上一按 不留痕跡的偷看腳本 喔 想不到現在劇組這麼環保 你不出紙腳本了 直接用電子腳本了 這個對我們來說 攜帶也是蠻方便的 只要把它輸進去就可以了 這兩隻手機 外型那兩位是絕對針對的 相近兩位對兩隻手機的認知呢 絕對就是我們今天的格文 時尚大使 在那邊 好 嘩